有一种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存在的结构 那就是植物的种子 每一粒精致小巧的种子 都是一个崭新生命的起点 大约在四亿年前 第一株原始植物从海洋登上了陆地 慢慢地 蕨类 第一 苔藓等低等植物 逐渐在土壤以及岩石上蔓延 为大地穿上了绿衣 从此地球拥有了绿色 这也为后面节肢动物的登陆奠定了基础 3.6亿年前 植物也画出了种子 这一非常高效而又精巧的器官 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将包子植物和藻类植物取代 从此树木和森林出现了 这是一张种子的合照 这些种子的外形 颜色 大小 结构 都有着巨大的差异 这些多样化的外形 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 那就是将种子 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去 去寻找更适合自己生长的环境 种子是螺子植物和被子植物的繁殖器官 它们的形态千差万别 并且为了物种的延续 进化出了各式各样的传播机制 有的进化出了翅膀 让它们能够随风飞翔 有的长出了肉质果实 能够让更多的鸟类 以及哺乳动物得以取食 有的长出了稻钩和分泌粘液 能够附着在动物的身上 完成一趟免费的旅程 有的为了适应鸟波 进化出了坚硬光滑的骨质外种皮 避免被鸟儿吞食后消化 虽然这些种子从外观上看千差万别 但是内部却有许多的相似之处 这是一粒被切开的壁麻 最外层包裹的是没有生命的种皮组织 里面白色的这块最大的区域是胚乳 为植物萌发提供主要的养料 最里面的这部分则是种子最重要的构造 呸 是新生植物的雏形 在适宜的环境下可以长成完整的植物个体 通常人们会认为 种子的萌发是新生命的诞生 但其实这并不准确 种子萌发的真正意义 其实是一个幼小的植株 重新恢复生命活力的体现 萌发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吸水 种子的体积也在短时间内迅速增大 同时包裹在内部最重要的部分 胚也开始生长 由于细胞壁的组成和吸水性能的不同 胚的不同部位的生长也会有着很大的差异 最先开始的是胚根的迅速生长 它也将在未来发育成植物的根 接着便是胚轴和胚芽的生长 在未来形成叶子 茎等器官 子叶以及胚乳 在持续为胚提供养分之后 也会慢慢地萎缩凋落 这时候一株植物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生命历程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探寻城市的精灵 寻觅丛林的故事 那就关注点赞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密件丛林频道